奇妙造物主 他们把旅居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起上 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七节 我在伊索比亚长大 那里驴子处处可见 我经常会听到 踢踢踏踏的提声 只见一个人驾着驴车 前面有六只驴 拉着满满一车柴火或煤炭 到市场上去贩卖 偶尔也能看到大人们骑着驴 不过他们的两只脚 几乎都会一直蹭到地面 因为这些生性训良的小动物 尖高不过三英尺多一点 不过驴子的体型相差很多 有些驴子的尖高可达四英尺半 几乎和小马一般大小 他们那大大的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掠食者的动向 还能使他们在炎热干旱的气候中保持凉爽 驴子的消化系统肯定特别发达 因为他们几乎什么都吃 而且能极为有效地从中吸收水分与营养 所以他们在食物相对较少或是没有水的情况下 也能生存一段很长时间 所有的驴子的背部呢 中间都有一条深色的条纹 有些在肩膀上还有一条横贯左右的深色条纹 看起来好像是十字架的标记 他们长着白色的鼻子 眼圈呢也是白色的 耳内有白色的长毛 四肢内侧也是白色的 人们一度认为拥有驴子是财富的象征 但是在基督的时代 驴子很可能是穷人的交通工具 当玛利亚怀着耶稣的时候 正是骑着驴子来到伯利恒的 很可能在耶稣孩提时代 他就经常骑驴子 所以当他选择骑着驴 如王者凯旋般进入耶路撒冷时 也就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了 他选择骑一只驴鞠 代表他来是温柔而平安的 若是战士则要骑马扬鞭奔赴战场了 虽然犹太人所期盼的是一位 征服四方的英雄 但耶稣所创立的 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王国 他出现的形象象征着温柔 平凡 低调与和平 虽然驴子浑然不绝 但是能够被拣选去拖着 整个世界的造物主 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啊 而且不是一次 是两次 第一次是耶稣即将诞生的时候 第二次是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 不久后就被钉石架 为人受死 我的主 即使我因成为你的追随者 而备受嘲弄 我也坚持以我的心拖着你的爱 以我的舌传扬你的话 正如我今日 因你度温柔而和平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